漆黑的夜裡消防隊員全副武裝 大家緊拉繩索排成一列 試圖穿越溪水到達對岸 不過水流過於湍急 消防員不小心跌倒 立刻被溪水帶離數十公尺 落水的消防員在溪水中奮力逆游 但水流強勁 直到被沖到岸邊時 這才有機會爬回岸上 十號晚間八點台東警消貨報 有四人在陸野溪進行速溪活動 但同行兩人回程時因溪水暴漲受困 警消抵達前其中一位受困者 在同行友人協助下以自行脫困 剩餘一人則在留守點上游 約兩公里處等待救援 消防員必須拋繩速溪才能抵達 警消確認民眾位置後 隨即保持聯絡 並指示受困者前往安全處或高處等待救援 隔日凌晨一點零二分 消防員順利將人帶下 經救護人員減傷並無大礙 不過近期午後對流旺盛 亦有短延時強降雨 民眾從事登山溯溪汽水等活動時 務必注意天候變化 3日新聞王浩元 江俊瑋 台東報導 黃浹 民族 5 5 4 9 9 geral